这底下就是要来礼拜 在方便友谊土 跟凡圣同居土的这些圣众 这极罗世界已经生的这些圣众 我们要观想要礼拜 尊敬他们都成功在我们之前 这是将来我们的同修 你去了之后这不就是同修吗 是不是 我们将来的同修是要接缘的 方便友谊土 是断 在这一世已经断了见思祸 或者到了极罗世界之后断了见思祸 你生在方便友谊土 它是在凡圣同居土之上 又在十报庄严土之下 十报庄严土是菩萨 菩萨要破尘杀祸 有时候要破无名 所以这部菩萨他在查十报庄严土 也部分的可以振护到长极光土 这是最高的 真正佛就来长极光土 因为仕途 土基罗世界说的是仕途 那这个仕途也不是划分的界限分明 也是融会融合的 所以很特殊就在这 方便友谊 是断了见思祸 这个凡圣同居土 极罗世界叫做凡圣同居进土 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在说过世界 我们这个土就是凡圣同居土 咱们不都是凡吗 咱们这有圣啊 现在这个武台山 那个文书就在武台山啊 在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前 有人亲见文书 一个福建和尚 这两个人说的就不算有错 一个通院法师 通院法师在比丘尼 现在国内是第一位了 很有道德 他那时候在武台 再一个也是袁澈法师 他是福建人 他那个一个福建的同乡告证大 他赶紧追那个和尚 他没追着 这个福建和尚 他到了武台之后 他很恭敬 他三步一半 而且他这种的人就很少了 三步一半 三步一半 拍到五个台吧 他走了一半的样子 看一个地方 写了一个小门 三个洞洞门 写了一个金刚洞 他这个名字很多 走进门一看 哇里面很大 有道场 很多大殿 还有藏经楼 等等 很多很多出家人 两种服装 一种是和尚服装 一种是喇嘛 和尚服装 武台湛是两种 有和尚和喇嘛 那么他叫藏经大殿 藏经大殿 藏经大殿很怪啊 这个大殿 就是有一个台子 没有供佛像 他因为没有佛像 他就没有顶礼 可以空台湾 但是他围着那个台子 转了三个圈 这也是一种礼节 扰啊 扰这个三闸 也是个礼节 他就没有顶礼 那么恭敬就是了 他因为上到没有佛像 很奇怪 这个地方没有佛像 他因为走出来 他别处看看 看看那个藏经楼 看看别处 刚走到这个门口 刚要出去 后来一个小沙子 喊他 什么时候把事 叫他 他叫我 他回头一愣 这怎么有人知道我 我刚来 他笑他 我师父叫你 他就跟那个小沙子走进去 就看一个老头 小沙子看他就很工智的顶礼 顶礼了 和老婆老沙子 就说 他原来不容易 给他的座位 把这个座位给他 他就跟老沙子说 哎呀 你这地方很好 我在这 我要在这挂单吧 你还是 你还是 因缘 你还是得回去 我这不能留你 我说老法师啊 说你这 怎么 大殿上没有佛呀 我说我这里用不着 这禅宗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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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求有向佛 与辱不相处 这个这个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 你老老师 你把佛养完去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说懂得禅宗的道理 还是照样供 这个是最高的 就是 这个是最高的 人禅宗这个也不做 听到禅宗的话我就不供了 那也还是 还是 站住在那一边 我真的不做 我真的不做 后来 后来不留他嘛 他就请老法师开始 老法师写了几句话给他 他记住了 继续走 他没有他没有 他没有自好感觉有任何特别 他也没有办法 逃来自治 不行了 天黑了 不能不能 什么 下山不行危险了 最好有一个西藏人 都在那儿住 不是出家人 但是他就在那儿住 走到他那天就流头 你不能走了 你走到这儿很危险啊 这个地方 你就在我这儿过夜吧 就留下来 就在那儿吃完饭 就聊天 聊天 这个和尚就问 你们这儿有多少和尚啊 你总 在五台山呢 这五台山怎么算 你也不到这几百人哪 就有人要供这个千僧灾啊 他说我们把所有的人都都找来 也偷不够 这和尚不对不对 他说我一个地方 你呢 一个地方就七八百 你们还有其他地方 怎么能凑不出一千人 这个时候我在五台山 这我怎么不知道 我当然听得不够 从那儿是不够的 但是争起来我亲眼见 你在什么地方 说我在什么什么地方 叫着哄 他说没有这个地方 他说没有 当然我查出给你看 那个五台山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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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道游的 这个老的地图 各个方面 没有这个名称 没有个金刚洞 他说几百个和尚在那儿走 我没有了 这三岁都愣住了 那种回事 也相识不下 住在那儿 那个人忽然回去 说你恐怕是碰见过 能住福的了吧 这时候他本来要一杯吃饭的 他啪一下 眼泪也下来了 饭他不吃了 坐不住了 他抬头再去办 又从头 一散步一半 散步一半 搬到那儿天都亮了 怎么找也找不着了 这个找不着 找不着 找不着的时候 他就把 把他这个 找庙 叫来的那个庙里 他说福建同乡 把这些事情告诉他 福建同乡 这个同乡就告诉了 原车法师 原车法师 这个话是原车法师 也就在我这儿中文说的 他一看 他说你这一定 他有一点不过做 决定守闻初 他说他用写这四句话 他说可以横看 可以直看 横看是个表面的意思 直看就是个意思 直看就是说了 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事 也告诉他 将来佛前有没有灯 庙里无有僧 他说我去追这个人 他去追着 这人已经下站了 这就是见到了文书 现在还是这样 文书还是在那接一送 去的人他都接 就是大家看来不认识 而这件事情和古代的 那个事情都很类似之处 所以这不就是 圣人跟我们在一块吗 圆当天幕 都几百阿罗汉 都几百阿罗汉 都责家的圆当的天幕 五百阿罗汉 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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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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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剩啊 还有不断的有这个佛佛萨来来化度 这到这个世界来也是剩 但是和极落世界不一样 大家不容易见着 见着也不容易认着 也很少很少 这不像极乐世界 和诸大 诸上善人 鸭匹八字到处都是 天天可以见面 这个是不同之处 诸上善人共会 同居的一个方面 这本质就是 他们是凡胜同居禁 是禁土 我们是凡胜同居 我们是位土 呼位的位 我们是凡胜同居位 所以因此我们这个往生 是容易的 是从凡胜同居 转到凡胜同居 但是这一堂还是一层楼 不是变了方便有余了 但是你是从方便同居 张的这一刀 换到了清静的那一头 可是到了清静的那一头 他那边自动的变化 和这个 高级的 方便有余时报 庄严 这边长吉光 大成一片 跟这边不一样 所以这个搬家就是容易了 你不需要把都运上楼 一推一转移就过去了 这就是容易之土 这种凡胜同居 未土还是凡胜同居 它是净土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顶礼什么呢 顶礼极乐世界 这个道场之中 楼冠之中 冠也是楼阁的一核 大都建筑讲堂 京涉 这些网上的人 在方便有余图 这个凡胜同居图 或者喜欢说法 所以大家坐在一起 他说 大家听 或者喜欢听法 正好大家坐在一块 他这个 或现神族 他现重重神宫啊 或在虚空 或在平地 这个凡胜同居啊 就是在平地的多啊 这方便有余 都有种种神通啊 那就是在这个 在虚空如中啊 随意休息无不圆满啊 所以他自己意思啊 想怎么休息都可以啊 没有不圆满的啊 这些菩萨圣工啊 所以我们要注意 这个地方 他没有说 别的圣工 是菩萨圣工啊 凡是同居图的 凡是方便图的 都是菩萨啊 不是人啊 不是阿罗汉啊 都是大圣心的人啊 都是菩萨啊 这是菩萨圣工啊 但是他现在断货的水平 直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啊 所以就是说 他只能在旁边同居啊 可能啊 方便有余同居 还整同居啊 但是这都应该成为菩萨啊 而这些菩萨啊 都是因为一向观念阿弥陀佛 菩理啊 如未来的同修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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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